本次参加广州100徒步从华六溪线,行程总长约20公里,累计爬升约850米。 行程80%为峰路,20%为山路,总号是电路小时。 六溪线为2022广州100徒步第二站,第一站为阎南山石崖岭。 本活动不翻又多的小山口,春日树林,竹林,风林,吉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点赞 订阅, 计划,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过山路、能登路、几登路、市盈路、水旗路,行走于山水之间。 深圳景色晋升人口 深入五地心息现实是大的自然生态风光 徒步路线会起点青龙沟停车场 阿婆六村 姚舍 景村 茅平村 竹林环线 中心村 青龙沟停车场 阿婆六茶花鼓 位于广州市藏化区原口镇景村村的阿婆六自然村 海拔达730米 是目前广州海拔最高的自然村 这里地势高 昼夜温差大 长年降雨充沛 川流纵横 非常适合发展茶花树 西头村被誉为广东省最美丽的乡村 有长寿村美女村之称 西头村被誉为广东省最美丽的乡村 在这里你可以呼吸到来自大自然湖污染的清新空气 喝上天然甘甜的山泉水 这里还生产水果 和3至4月份出产青梅 用它来泡出的酒果味清香浓郁 并且可结束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10点出发 近期因为连续大铁 平常会上千人身家 本次只有硕板人 刚出发就开始嚎大铁 许多人开始往回撤 尤其是有学家带卷会担心感冒问题 乙士转响后继续前行 不过中途雨都让风响了 在对面的时刻 在意识表现出发 的辅助 竟然马上的尤其 蜜海 还要连续大铁 竟然马上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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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马上到达竟然马上了 到达第一个千道点 阿婆六茶花鼓 此时身上基本已经湿透了 继续前行 经过精致村落 小溪水是浩带 哇 这水怎么来的啊 搞不懂 这这样直接弄出来的 好特别 走进山一边开始下暴停 山路水流成河 接近12点是到达山中花卉农场 大家都在此处用餐以及休整一番 休息约30分钟后于是稍减 部队持续前进 中途又是难以言议的大暴雨 鞋庭内已经满清澈的雨水 走起路来特别有感觉 终于走出树林到达基根路 不过基根路四十太多且水流成河 走起来也必须小心 终于走到公路段 此时与世停停 开始雨过天晴 到达第二千景村 此处可下撤 不过时间还早因此稍微修整后继续前行 经过划死人不偿命的石阶和竹林路后 又到达公路段 要求你 扫兵 海洋 要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过小村庄内,有小巷间经过可看见高速公路高耸于天边 经过优美的竹林后,很快地到达第三迁,中兴村 之后是接近一个中的竹林间公路,此时忽情忽因,走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走出竹林右转往起点前进,20分钟后抵达70点,圆满地完成今日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